2,1,3层 像这种范围智能的话 在我们重制版特效中都很明显地做了范围的提示 就是你能看到有多大 它就真的打那么大 对 4下 6合部分 可以看一下证明 我觉得证明很帅 6合的证明 然后八卦 七星 七星这也很帅 万事大宝剑 五方 紫棋 平须 全的气场 葡萄雄 华山青 还有五帝 以后根本不需要什么插件圈啊 对对 然后还有个九转 踢云洞 哎刚进站 还有一个状怒 新的蛋壳 好 所以说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再回顾一下技术 就说今天因为我不会说具体太多的这个齐阙里面的改动 然后改天来讲话呢 我们会把整个那个调整 就是等十三样门麦计划完之后 我们一起会说 那对你来讲其实气纯来讲话就说 核心来讲话 其实就是技能精简上面带来的这个手艺 就是说简单来说也就是说原本按照两三个技能 其实对于现在的气纯来讲话 一个技能就搞定了 所以说大家怎么去理解这个强和弱咯 因为其实看上去算是改的不多 就他肯定没有说以前这种画力欢笑的东西 但问题就是说大家请参考以前就是以前的和尚和现在的大和尚 对圣森相比这个就是完全佛祖相比就不一样的 其实福祖技能来讲话就比以前少了很多 其实以前我们的佛祖来讲话是叫做技能最多的一个 有30多个我记得很清楚 对对对 然后现在来讲我们今年的20多个 对然后等一会也会介绍到这个佛祖的时候又完全不一样了 对对对 这个叫什么呢 今年的是 都像是佛祖 今天是叫谁不入地狱我 对对对对 我先入地狱狱 对对等一会再说 所以说也就是说 对普通众生 所以说这回来讲话呢 就是说叫做 看上去没有啊 但实际上来讲话 这种经典带来的好处来讲是巨大的 对这个才叫做本质上的 本质上的精简 因为很简单嘛 因为就说你一个固定时间内能打出这种伤害 那你想想你要按多少个技能才能打出这种伤害 但是现在的所谓的技能精简 就是说把效果合并在一起 也就是说你一个技能解决完所有问题嘛 对吧 好然后呢 接下来讲话 我们讲一下这个这个见存吧 那其实见存来讲话呢 呃 就说之前来讲话 就是有好几个版本 其实也一直没有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 那其实这回来讲话呢 我们就其实传说中这个上次也放出来 一个叫做三角 对 新也见证的这样子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好像很多见存就苦练三角函数去 对吧 对对对 然后呢那个单我们也觉得特别复杂 所以说后来来讲一直也没有实装 就没有放出去 那对于来讲话 其实这回来讲 呃 我们也就总结了一下这个见存来讲所遇到的问题吧 其实见存来讲话 呃 总结来讲话遇到的问题来讲也是两大块 那第一块的问题来讲话很核心的 其实就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长歌的音域之后 而音域的这个这个叫做使用形式上来讲话 其实和气场来讲话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来讲话呃 音域所带来的收益 对 叫做辅助性的这种收益 就隐性收益吧 对 来讲话实在是效果实在是太太强大了 所以对于来讲话也就是说 那显得了就变成了说气存以前的老的效果 它是很直观的一些效果 那个直观效果就比如说我给自己增加多少点 上爱啊或者是这种很直观效果相形见着了 就变成了这样子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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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存的一个生存情况 那所以说对于来讲话也就是说呃呃 存降的气场这是为什么我们上次想到了新野见证了 但那个当时肯定就是呃 当然我们这个搞砸了 那对于来讲就想就搞太复杂了 我的意思是 所以说来讲我们就没有放 所以说这回来讲话 我们就会就是重新有就是有一个新的一个一个一个想法和方式 呃给大家 这是呃这是见存我们遇到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来讲其实就是一直大家诟病的一个叫做见存的 叫做叫做机动性吧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机动性的问题来讲其实其实它是挺违背 呃见存的一个定位的 因为见存来讲的话是一个呃 道家门派 道家门派讲的是呃冲就是冲虚 就是说叫做你跟他缠斗 你可能缠咒不过他 但是来讲话就说你他不能上去哇啪啪啪一下子就这么这么这么猛 对吧 然后上去我见到那好一个是啪一个见存冲过去啊 批刀砍死了 那对那个叫一刀流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存娘对 所以说呢这个肯定我们就说不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这个其实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那在YY上可能大家没有看到我的表情呢 没想到这个 我没关系我这个只是用身体语言表达了我对这个门派的这个热爱和这个和对他的理解哈 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来讲话呢呃对于我们想的就是说其实见存来讲很重要的一点来讲就是说呃怎么让他在说在这个气场范围里面在一个残道残斗的范围里面来讲话让让见存逐渐的体现出他的优势 而不是说上去啊一个见存一个斩杀死了啊还没死啊再来一个斩杀呗对这个肯定不是我们的一个这样子一个暴力的做法所以对于你来讲话也就是说呃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解决的第二步那问题就是说以前的做法来讲就是说哎我先扔一个吞日月啊然后才能怎么怎么样 对吧就是可能来讲话就说对于很多见存来讲就说限制性会比较高那比如说像气场的东西就比较死嘛对等于说大家呃走出了气场你又没有了追击能力啊或者是这种问题就就出现了所以说呢整个整个见存的改就是就变动方面来讲就是大的大的思路上的变动会导致很多后面的系的齐血变动嘛所以说因为今天不会讲系的齐血变动嘛所以我们就大的思路上来讲最核心其实就是这两点当然见存来讲也会带有一些叫做叫做技能的精简和合并那其实 也就是说比如说像这里比较呃比较大的一个就是合并呃叫做太极无极就说以前大家也知道有一个短技能对天机无极不好意思就是天地无极那天机无极的技能来讲其实也就是说怕拍一掌那拍一掌对应来讲也就是说呃带有悬疑和无相的这个功能那对应来讲由今天来讲我们就会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把它合并到我们的万箭归宗这个技能里面来好吧所以说呢这个来讲也就是说我们万箭归宗就会带上悬疑的这个这个这个检查效果 反正我现在中冠整个人来讲就说叫做群体群体范围的检疗检疗群体范围的检疗来讲应该是独鼠建存这家是最强大的吧因为它是直接是呃万箭归宗的一个一个范围对命中目标的一个范围检疗所以说这个应该是叫做最最强大的那呃移动气场这个东西就等于没有气场所以说这个大家不要这个打字说移动气场这回事了 因为所谓的移动气场那叫什么那叫盛骑士的我告诉大家那叫光环哈哈哈哈哈哈好啊行那行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是这个是气场真的是这个气场是个对好所以说这个呃对于来讲的话也就是说所以说呃很重要一点来讲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天地无极啊里面的悬疑效果把它放到外界归宗所以让让整个存在拥有了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群体检疗的一个效果对嗯然后呢另外来讲的话呢呃这个是等一会大家可以看到然后另外一个等一会可以演示一下我们新出的一个 一个啊十二杠式的一个一个新的技能就是一个大气场那这个大气场但这个大家讲之前来讲话我们可能还需要呃讲一下我们整个对谍刃的一个一个调整那其实最大的一个谍刃的调整来讲话也就是说呃呃以前的剑冲就只能对这个叫吞日月里面的目标使用现在来讲话剑冲首先剑冲来讲话移动能力来讲话会受到一个就是以前的限制会挺大但现在来讲会会强很多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来讲话剑冲来讲话可以对 呃生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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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日月的目标对还有新气场新气场就三个气场的目标都可以产生追击效果然后呢第二来讲话呢就是说 剑冲也可以对谍刃有谍刃目标也有什么意思就是说剑冲来讲也就是说当我跟一个人产生战斗交集之后那对应来讲话也就是说剑冲来讲话就可以就当他如果再跑开的情况下那其实剑冲就变得很好去追击了 剑冲的过程中已经有跌刃对然后呢跌刃或取跌刃的效果来讲话我们也让他在在人间合一爆气场之后会增加跌刃对吧然后呢本身来讲话在新的大气场的范围里面他会莫因为大气场非常强力他会默认的增加这个这个跌刃的上面的一个一个效果对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就变成了说呃这个存阳的追击虽然他不是一个主动起手追击但是当跟存阳来讲话在气场范围产生战斗之后来讲话存阳的追击能力来讲话就会大大的 这个提升对然后呢呃这个来讲话就是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就是存阳比较大的一个效果那其实呃我看一下其实齐屑里面的大部分的情况来讲话都是基于基于这个这两个点来讲去改善的那对对对就是气场和跌刃这两个情况那对于来讲话大家呃可以现在这个这个我们基隆C同学可以再演示一下我们新的叫做这个行天道的这个这个气场啊啊换一个地方翻 太小了太小了太小了放不下大气场对吧对对对对 这个是一般的效果 所以说呃我要不这样我介绍一下这个这个新的行天道的这个气场吧哎是不是把气场评计 没有 非常地强那大家可以看到呃这个气场的这个气场也非常明显的首先第一他这个这个气场来讲是带有攻击性的大家可以看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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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面中中间那个木桩他会一直的冒雪这是第一个第二来讲话就是说他冒雪同时来讲话每三秒会给目就是会给这个范围内的目标叠叠上一个 迭人所以说也就是说大家知道就是剑村的迭人那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一个伤害吧所以说也就是说当他这个在这个范围内战斗的话其实整个范围都是一个一个巨大的AOE和和会带上迭人效果也就是说简单的说也就是说进了这个气场其实对于就说只要春江这个气场一放那对于他春江的后续的追击能力在一定时间内都是没有障碍的对然后呢很这个是吃就这个气场会吃掉另外三 但是最厉害的是这个气场会同时带有 同时注意这个气场移放是同时带有 你不用需要保留场面上那些气场了 不需要 它会同时带有生态级吞日月和碎星准时效果 也就是说在这个气场下 这个可以说存降彻底变成赛亚了 所以说在这个 但这个气场来讲的话 它本身的持续时间是很短的 而我们建议玩家是 把这个气场放在吞日月 就放在它小的气场里面 那这个小气场每吞掉一个小的气场 可以增加一定的给天 对给天朝见证增加一定的持续时间 所以说简单来说综合一下 就是说这气场很牛逼 但是时间有点短 然后它的牛逼之处在于 它可以带有健存除了化三清之外的所有能力 对然后并且它会一直的 对气场内的目标产生伤害 对然后它还会给目标 一定三秒钟一次挂上一个 叠刃的叠刃的效果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问你怕不怕 但其实它还会挂上悬疑 因为有个齐 有个齐穴可以让气场内的目标 挂上悬疑的 对所以说等于你在气场上面 基本上只要在这个气场 气场范围内战斗 基本上会把吞羊所有的能力 全部百分百的发挥出来 对 哎呦这气场还不能被爆对吧 对对最重要的点是这个气场还不能被爆 然后对你来讲它的持续时间 是可以通过别的气场去增强的 但这也是我们希望吞羊能做到 就是说吞羊不是一上来给你扔一个大气场 而是说我们希望的是说 如果你上来就扔它持续时间就很短 而是说希望吞羊来讲是慢慢的进入这个战斗状态 越打越热越打越火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也就是说当你有三个气场 然后再再叠上这一个大的气场 那三个气场消失的同时 也会给这个气场增加时间 对这个来讲的话就是就是吞羊 非常恐怖的一个一个气场能力 对好呃 当然它也是范围的 也不会跟着人走对吧 对对对对对 对好行 呃要不我们走一遍这个见存的技能 三环 哇 万箭归宗 八荒 然后 存日月 存日月 人间合一 气场大小来讲的话是跟以前是一样没有改动的 因为我们为了更好展示这个决策动作和特效 所以说就没有把这个镜头变成广角镜头 对对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气场内来讲的话 有非常好的一个空气扰动效果 来我们再来一遍 对 来来来来空气扰动 你可以人人可以走进去 那个那个效果人人对你可以发现 对有非常好的一个空气扰动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里边的木桩 然后因为在存日月里边有风轻弓的效果 我们在存日板也是把这些所有的呃 需要玩家知道的简易效果都做了明显的一个特效的提示 大道 仔细 我可以直接打一套 我打一套 优优独播剧场 z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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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